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博恩化世界 今天要帶大家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呢 中國Part 2 Here we go POW 皇上驕動 對不起 剛剛有點太激動 這個禮拜天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聲明說 中國中央委員會提議修改憲法 廢除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規定 也就是說原本2023年就要下台的習近平 現在很有可能要 登記啦 消息一出 中國民眾馬上在網路上出現各種反應 有快樂支持的 也有用諷刺的言論和梗圖來反對的 不過如此多元的反應在黨的教化下 也快速收斂成為一種反應 就是 支持 支持 再支持 因為習近平就是禁止你批評 在微博搜尋裡面 只要是跟諷刺這件事情有關的詞彙 像是 稱帝 登基 復辟 甚至是元世凱 這些關鍵字的搜尋結果 全部被封鎖 讓全中國的歷史系學生感到 非常不方便 我後天就要交論文了 你給我搞這個 而且不只是很直接的詞喔 就連長生不老這四個字都進了 欸 這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如果習近平要當皇帝當到死的話 真的確定長生不老是大家希望搜尋的結果嗎 最扯的是連反對這兩個字都被封了 所以最近中國的辯論比賽都分不出勝負 你贊成西藏獨立嗎 你贊成法輪功嗎 除了冷嘲熱縫的權力被奪走之外 好像連恐懼的權力都被奪走了 25號晚間7點的時候 移民的搜尋結果突然 爆增了10倍 白話文就是 快到 但很快的微博也把這個統計數字隱藏起來了 甚至有一段時間連移民到紐西蘭 移民到美國都找不到任何結果 這是什麼意思 第一 代表中國民眾再也不能 登基啦 第二 搜尋結果竟然不想讓中國人跑到美國 至少在這一點上 習近平跟川普是有共識的 但不只是微博關鍵字 為了防止相關梗圖 現在就連微信 對不起 微信 對不起 微信 的頭像 都暫時無法更改 所以你如果這一陣子跟男女朋友分手 準備尷尬好一陣子吧 很多國家的人都覺得這次修法是在走倒退路 那到底支持的人是怎麼想的呢 有些人覺得一個任期比較長的領導人 對於國家的長期規劃 或是穩定發展是比較好的 就像大家計程車 如果每個路口都換一個司機 一直開過來開過去 開過來開過去 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目的地啊 一定是同一個司機比較快嘛 但另外一方面來說 如果你中途發現司機怪怪的 還沒辦法把司機換掉 還沒辦法跳車 那就有一點點慘了 但目前這個東西也只是提議階段而已啦 之後事情怎麼發展 我們就一起來關心吧 今天博恩話世界都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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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